大家好,好久不见 自今因为游玩CK3的末日东方王朝 突然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很感兴趣 想开个新坑来介绍后唐庄宗李存旭的一程 我一直觉得如果想要了解一段陌生的历史 例如后唐和五代十国 可以先以那个时代的某一个人物作为主人公 然后慢慢地扩展开来 在对主人公的主线故事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 再去看看那个时代除了主人公之外 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后就能够对整个时代有相对完整的了解 这样会好过像爆菜名一样的一连串的名字和事件 会大大的降低观感体验 也会让人感到犯困 接下来的一个系列 我们就将李存旭坐入我们的主人公和切入点 相信在了解了他的一程之后再去看五代十国 除了李存旭之外 众和大帝都在发生了什么 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后堂的建立者 五代十国 歌舞界的顶流之一 宠妻宠到王国的狂魔 朱温的梦中情儿 唐昭宗的指定国家栋梁 被灵人打了一巴掌 还要重赏灵人的千古人君 万古一帝李存旭 李存旭在唐朝灭亡十六年之后 统一了北方建立后堂 虽然时间如同流星一般短暂 但非常的具有传奇性和戏剧性 这是为什么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原因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从开始的三史之士 到后来的灵人天子 从平灭内乱 雀气丹 灭结烟 破后梁 并齐国吞浅鼠 建立后堂 到后来的 刻薄寡恩 屠露功臣 宠兴灵人 放纵皇后甘政 逐渐的失去人心 最后死于兵变 他的一生就像什么呢 就像他是一个 从父亲手里 接过一个岌岌可危 快有倒闭的赛车俱乐部 在他接手了公司之后 他是又当老板 又当赛车手 作为老板 他先是打败了公司内部 图谋不轨的清晰 作为赛车手 在赛场上各种危险的加速 超车 操操作 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冠军 把整个俱乐部救了回来 又拿下了整个 北方所有比赛的冠军 还把其他的俱乐部吞并 壮大了自己俱乐部的实力 在他应该继续努力 向前拿下全国大赛冠军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完全停下他的脚步 但是更多的时候 沉迷于享乐之中 并且在运营俱乐部的过程中 一些潜伏着的矛盾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再加上他老婆的胡乱 干涉公司运营 也导致了公司内部人才的流失 最后李孙旭本人也撤回人亡 在讲述我们的主人公之前 还是得要简短的介绍一下 时代背景和他的家族来源 唐朝在经历了一次 巨大规模的动乱之后 国力日渐衰落 而继任者中 虽然也出现过英明果爵 强悍无畏的皇帝 但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 中央朝廷和皇帝 逐渐失去实权的事实 唐朝在与强力翻阵 和宦官掌权的拉扯下 逐渐走向灭亡 而我们的主人公 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乱世之中 李存旭是沙陀人 其家族源自于西突厥的别部 处月部 大概就是在今天 新疆准盖尔盆地的东南一带 那里有一片大沙丘 所以被称之为沙陀 不过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一点 就是为什么沙陀族 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出现在了 戴北河东这一带 所以如果我们要一直往上追溯 第一个关键点 可以追溯到朱爷家的始祖 朱爷把野 没错 李存旭本姓朱爷 他的始祖 因跟随唐太宗 征讨高丽和薛元陀有功 被认名为 金方道副都户 定居在瓜州 等唐太宗 平定了薛元陀各部后 设立都督府来管理这些部落 因为北庭有一片沙漠 名叫沙陀 所以就用沙陀 来称呼这个都督府 随后往下传承了五代子孙之后 到了朱爷静忠这一带 真元年间也就是唐德宗的时代 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一百三十多年了 仍是沙陀府都督 但因为吐蕃的进攻 整个沙陀部已经迁到了甘州 再到下一代 朱爷执以整合了剩下的沙陀族人 跑到了灵州 唐德宗任命他为英山府都督 等到了唐宪宗缘和初年 入京担任金武部将军 迁魏州刺史 戴北行营招服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沙陀族从唐太宗时代开始 慢慢地从刮州到甘州到灵州 再到魏州 有被动也有蠕动 是一个缓慢地从西向东迁徙的过程 第二个关键点是李存旭的祖父 朱爷赤星这一代 在公元八六九年的时候 因镇压叛乱有功 被赐姓李 明国昌 所以从李存旭的祖父 李国昌这一代开始就不再姓朱爷 而是和李唐皇室一样姓李 并且被编入李唐的宗室普及 立即于唐朝的郑王名下 接下来就是一段相对复杂的反复横跳阶段 我们以后有机会介绍李克用的时候可以详细聊 简短的一点说 就是李存旭的祖父李国昌和父亲李克用 在与衰弱的唐廷互相拉扯 还有与其他的歌剧军阀 一系列的混战过程中 唐廷丢失了长安 最终在李克用的帮助下 唐廷收复长安 而李克用也被唐廷封为河东节度室 占据着河东和戴北的一片土地 我们的主人公李克用的长子李存旭 生于唐光旗元年10月22日的靖阳宫 也就是885年的12月2号 他的母亲是李克用的次妃曹氏 在曹氏怀孕的时候 曾梦见一个神仙 穿着黑衣 拿着扇子在身旁伺候 在李存旭诞生的时候 子气又从窗户涌出 李存旭在婴儿时体貌奇特 厚重沉着 不同于常人 李克用十分钟爱这个娃 当然了 这段神光异象是在美化帝王将士 更多的时候是在告知 我们李克用很喜欢小李存旭 李存旭从小宇宙不同 是天命所钟爱之人 这样的感觉 公元895年 兵宁节度使王行渝攻入长安 谋划废掉当时的唐朝皇帝 唐昭宗 李克用率军秦王 那年的李存旭11岁 也随父出征 在击破了王行渝之后 李克用让他入朝觐见天子报捷 迎驾还宫 唐昭宗一见到李存旭 便惊讶地说道 呼哇 这个小朋友天生异象 婴儿摸着他的背说 哇呀 你将来必定会是国家栋梁 不要忘了对我家的忠孝啊 然后又赏赐了一些宝物给李存旭 战事结束后 唐昭宗授予李克用 中正平安功臣的称号 封为晋王 李存旭被授以 简教司空 西州刺史 改任分晋儿俊 两年后 13岁的李存旭 学习春秋 亲手抄写 略通大义 他还对音律很有天赋 喜欢看看歌曲舞蹈 长大后学习奇舍 谋略 胆识 兴胸 皆绝贯过人 文武双全 最初李克用在起兵的时候 部下都是北方的强兵汉将 货贼营价功劳很大 因此逐渐忧宠士兵 战样一来就导致士兵经常不守法 有时凌辱官吏 掳夺百姓 白天抢劫 晚上酗酒赌博 喧哗闹 但李克用不怎么禁止 而李存旭却看不过去了 就去劝告他爹李克用 李克用还是犹豫不决的没有去阻止 公元902年 在李克用南边的军阀 朱温频频的侵犯边界 晋国的疆土越来越少 连独城太原也成了前线战场 李克用忧行于色 李存旭就对李克用劝说道 人的圣衰有其自然之力 俘获也而看神明的意志 我们家三代忠于大唐 虽然现在是穷 但我们无愧于心 悟不到几点不会反复 饿不到几点不会消亡 现在朱温窥视皇位 陷害善良之人欺骗上天神明 照我看已经到几点了 父亲应该敬养韬惠 等着他的衰落 哪用得着这么沮丧 李克用听了后放下了心 接着饮酒 接着起舞 公元903年 李克用东边的割据势力 幽州的刘仁公 受到了梁王朱温的禁翁 刘仁公派人来请求救兵 李克用则恨刘仁公反复无常 因为本来幽州的刘仁公 先是投靠了禁王李克用 后来又投靠梁王朱温 两边反复横跳 并且之前 李克用进攻过刘仁公 败给对方过 所以李克用不想答应救援 这时李存旭站出来劝说道 这正好是我们的机会 现在把天下分为九份 朱氏现今已经占据了六七份 赵 魏 中山都在他的手中 朱温所害怕的只有我们和刘仁公了 我们的兴衰再此一举 不可失去这个机会 李克用于是从燕地征兵 攻下了南边之前被朱温夺走的路周 也解除了刘仁公的危机 公元908年1月 李克用病重 召见监军张晨叶 大将武拱 说道 我常爱李存旭这孩子 志气远大 可接替我的事业 希望你们也能够多加教导他 李克用死之前 交给李存旭三支箭 对他说道 朱温 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阎王刘仁公 是我扶植起来的 齐丹的耶律阿宝基 与我约为兄弟 但都背叛了我 投靠了朱温 我未能灭此三贼 死有余恨 我给你这三支箭 你将来一定要消灭这三个死敌 以告慰我的在天之灵 李克用死后 李存旭便在静阳继王位 十年二十四岁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我们下回再见